老伴啊 我恐怕是快不行了 咱们这些年攒下的钱还有三百万 以后两个孩子 谁对你更孝顺 你就把钱留给谁 知道了吗 我知道 这三百万是我们偷偷攒下的 他们俩谁都不知道 要是知道也就看不出谁是真孝顺了 你说得对 要不趁此机会我们试探一下他们 好啊 你想怎么试探 你先给咱们大女儿打一个电话 喂 女儿啊 你爸爸生病了 现在躺在床上动不了 我最近这段时间腿脚也不太舒服 没办法照顾你爸 你能不能照顾一下你爸呀 妈 我爸这是怎么了 严不严重啊 你爸爸现在脑出血 躺在床上动不了 什么都要别人照顾 妈妈实在是照顾不过来了 妈 要不你和我爸来我这吧 晚上我跟小统商量一下 看看怎么接你们过来 女婿听说爸爸的情况 当天晚上就去把二老接到了家里 真不好意思啊 小统 给你们添麻烦了 妈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 你们就把这当自己家就行了 把我就当你们亲儿子 对啊 妈 这个家现在是我说了算 爸爸妈妈听到女儿和女婿的这些话 都笑得十分开心 第二天 女婿就去买了一个高大按摩椅 妈 你跟爸平时没事了 就在这上面按个15分钟 对你们身体恢复都有好处 等辉儿我教你怎么操作 小统 不用为我们花这么多钱 我们在这住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妈 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 买过来我们都是可以按的 你们是婷婷爸妈就是我的亲爸妈 一定要放轻松好好养病 这天晚上 女儿和女婿说起了悄悄话 老公 你看我爸现在行动不方便 我妈腿脚也不好 平时我们也不在身边 我在想要不要雇个保姆 你觉得呢 老婆 我的想法是 雇个保姆我们也不放心 倒不如你先辞职在家照顾爸妈 你工资一个月5000 我一个月3万 我的工资完全能够照顾这个家了 就这样 女儿辞职在家全职照顾起了爸妈 每天给他们准备营养的饭菜 白天陪他们聊天节闷 傍晚带他们在小区里散步 趁着女婿放假还会带二老去旅游 一转眼老两口在女儿家已经住了三个月 对女儿和女婿的所作所为十分满意 于是决定再试探试探儿子 儿子 在忙吗 妈 有什么事情吗 是这样的儿子 你爸最近得了脑血栓 行动不是很方便 妈妈身体也不太好 最近几个月一直住在你姐家 想着我们已经有两年没见了 想过来看看你 妈 我一切都挺好的 你们不用过来看我 主要是这么长时间没见 我们挺想你和大孙子的 放心 你爸我能照顾的过来 不会影响你的 你们不用想我 我也不想你们 主要是我这里也没有多余的房间了 你们过来也不方便 来了也帮不了啥 还麻烦 我们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妈妈还能帮你洗洗衣服 做做饭 带带孩子 你不是最喜欢吃妈做的红烧肉了 不用了 妈 我现在不想吃那些 你们现在在我姐那里不是挺好的吗 谁说养老一定要靠儿子的 我姐比我大 她比我更有责任 我这边不用你过来帮忙 没什么事情 那我就先挂了 哎 先别挂 儿子 妈这次打来 其实是想告诉你 其实我和你爸这些年还攒了些东西 想问问你们想怎么分 妈 你不早说 这件事我姐还不知道吧 那当然 你是我的儿子 我当然要先考虑你呀 还是你和我爸对我好 我才是你们唯一的儿子 养老还得是靠儿子的 女儿终究是外人 我现在就开车去见你们 我都两年没见你们了 想你们了 单独来接我们一次 太麻烦了 要不你直接过来 我们一起商量一下吧 那怎么行 我才是你们唯一的儿子 你们攒下来的东西 不就该是我的吗 我今天心情不太好 刚刚说话有点冲动 妈你别跟我计较 我只是说跟你们商量下 并没有说全部给你啊 妈 那怎么行 我才是你们的儿子 姐早就嫁出去了 你们留下的东西 肯定要给我啊 这不太好吧 我们在你姐家住了几个月了 不跟她说不太好吧 那有什么关系 我才是你们唯一的儿子 他们要是对你不好 你跟我说 我现在就来接你们 到我家里住 儿子 你刚刚不是还说 没时间照顾我们吗 妈 我今天心情不好 照顾你们本来就是我的责任啊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我姐现在已经算王家的人了 你长时间住那也不好 姐夫心里肯定会不舒服 此时 妈妈明显感觉到了儿子在挑拨离间 女婿对他们怎么样 这些天都记在心上 儿子 你能这么说 我们实在是太感动了 感觉这些年没白养你 那当然 妈 我是你们唯一的儿子 照顾你们 是我的义务呀 我这就来接你们 到时你们别忘了带上攒着的东西 儿子 妈实话跟你说 我们攒的东西你可能不太喜欢 这几年我跟你爸身体一直不是很好 治病花了很多钱 向外面借了很多钱 现在也没有能力还了 都说负债子长 这些债就要靠你还了 什么 你居然敢耍我 扰了这么久就是为了我给你们还钱 我才没钱给你们还债 你们找你们的大女儿去吧 儿子 你怎么变得这么快 刚刚还说孝敬我们是你的责任的 我们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小时候有好东西都是先给你 为了给你结婚我们借了那么多钱 你不能这么没有良心啊 不要以为提这些 我就会帮你还钱 没用的 这个钱我是不会帮你们还的 你们还是找你们的女儿去吧 就这样 下次有事没事 都不要给我打电话了 儿子 我跟你说实话吧 这些年我跟你爸攒下来 能有三百来万 本来打算是给你跟你姐平分的 但是现在我们决定改变主意了 妈 不能这样啊 我才是你们唯一的儿子 对于你们的财产 我才是第一继承权的 怎么能跟我姐平分呢 应该全部给我呀 儿子 这些天在你姐家 你姐跟你姐夫照顾我们无微不至 本来我跟你爸商量的事的时候 算上你姐夫一份 但是今天跟你打完这通电话 怎么分我们心里已经有数了 妈 我错了 我今天确实是心情不太好 我这就来见你们 你大孙子前两天还说想奶奶了呢 我也想吃你做的红烧肉了 这个钱一定要分给我啊 不用说了 儿子 该怎么做 我们心里已经有数了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妈 妈 妈 你们觉得妈妈的做法对吗 而我们就可以认识了